一个初三一个高三 会把人折磨死 真的太高了 你就这么算啊 我上个月的补课费 无千元 给孩子供单 对 如果说的我真要是找个 就是说的那场的话 能把我儿子就是说的安排好了啊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 另一班能帮你一起抚养 对 小矮的大姐相亲找接盘响 一心想给四脚吞金兽找后爹 即使自个起早贪黑的晚命挣钱 也是刚好够孩子的补课费 还没算上吃喝拉撒什么的 这娘俩一月得开销小万瓦快啊 该说不说这男的兜里 要真没点经济实力 还真不好拿下你啊 要问多少个达不留才能过大姐的关 啊 每年不低于六万 你好是杨大姐吧 是是是 洗脸的这是啊 我刚洗了 刚洗了 进了进了进了 那我们来太早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还不安放 我又那俩又睡觉了 睡不一会儿 那你早上今天起来 还做饭呢 我四点起来 哎呦我这么早啊 杨春秀五十一岁丧亡 退休近一点五个千 唐春是有套五十瓶一句式 因为丈夫之前贼拉爱喝酒 所以俩人为少生气干账 杨大姐为此没少生分气 时间久了就得了 假她身体不好 所以都到三十八了才要孩子 大姐去年刚退休 丈夫就因为喝酒凉凉了 儿子还在上初中生活的压力 全都落在她的肩上 早上那时候 早上还喝 早上起来 啪眼睛就喝 早上起来 起来喝酒 就拿水当啤酒 当水溜着 你这样的趋势 对你来生打气大吗 有时候也想的 但是 但是她就是说 那喝完酒之后 觉得脾气太发人了 就是跟酸料好无子似的 实在是让我接受不了 是撒酒疯吗 对 后就撒酒疯了 会打你吗 看她喝啥酒 我就不理她 就不吱声了呗 以免 以免吓着孩子呢 也想过就是说离婚吗 也想过 但是为了孩子 也就魅力 当然那种情况 我带个孩子 别是我现在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你就假如带个孩子找 带那么大孩子 也不好找 要说凡人 她还多少 能挣点钱补贴家用 这突然间一去世 少个扛活的人 这娘俩的日子 数是哪偶啊 丈夫去世后 看着闺女外孙受苦 她的父亲 就开始补贴他们娘俩 结果今年年初 大姐的爸爸 也突发疾病去世了 这像杨大姐的日子 可认就是 湖南到河南南上加满了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 另一班能帮你一起抚养 对 他最起码 他有这个能力的 我希望找个这样的 最起码是对我来说 我感觉我压力能小一点 那你供 他能供得起吗 我 如果钱不够花了 原先我爸爸 我爸爸是 今年也是没了 我在一年之间呢 没了俩亲人呢 那时候我爸爸 我爸爸和我妈 他们都有退休金嘛 然后他们都能帮我不少 能帮我一些钱 我钱实在不够花了 能够他们的份 他们能搭我一把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不过这身边最亲的人 都一个个离他而去了 现在没有一个 能指望上的人了 于是就想着 找个男人来依靠 那俗话说的 好女子本若为母则刚 你这岁数能不能跳有靶子 立即 就是出去打工 给人家断盘子 当服务员 歌唱春一月杂 也得三四千吧 不过杨大姐可不这样想 她除了会啃老以外 能想到的发财致富 值得就是 找个大圆种接盘侠来 继续供养她娘娘 高中的来说 和这个初中的 一个补课费来说 一个初三 一个高三 会把人 会把人折磨死 真的 太高了 你就这么算啊 我上个月的补课费 五千元 被孩子供的 对 上个月 就上个月 不是说她在放假吗 这钱是我妈出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说 我如果就全靠我自己的话 我感觉有点太难了 为了给孩子好点生活 我现在有的时候 感觉挺亏欠孩子的 杨大姐现在是退休的状态 为了改善生活 人家也出去打过一份工 但是后来因为离家太远 就不干了 但是总这么入不敷出 也不行啊 于是就想着 再发挥一下鱼 找个老头 看能不能运气好 碰上个二百五 毕竟自己现在 这个情况属实 不好找对象啊 你会不会担心 就比如说 咱们再找对象的话 以后 就是你儿子这方面是 对于人家来说 是一个负担 那肯定是的 那如果说的 找不着的话 那我就自己带呗 那我没有办法 就自己带呗 自己带我自己 咱就说 我就吃点苦了呗 我没有他 我感觉 我更没法活 我感觉说真的 这孩子 管咋的我有个儿子 所以杨大姐找对象 就想找个老实本分的 最主要是得 能接受她的好大儿子 于是小红娘就给她 找来了勤劳 朴实的薛大哥 薛满52岁丧偶 年收入三个打不溜 长春市双阳区农村自建房一套 这是咱家大院吧 咱房多少平啊 110多少钱 都是挺厉害啊 我这成天剥家干什么玩呢 你上哪干活的 长存大工 摸下手艺 这打零工 挣了这妈家 那天能挣多少钱呢 少了说110块钱 现在这个160 那还可以啊 还行 把这付了 下来的话能有个 4000左右吧 4000左右 不想安于现状的薛大哥 除了家里及母地的收入外 农闲时还去城里 打工补贴家用 讲话了 趁着年轻能多赚点 以后过河就少受点缀 薛大哥是囤子里 出了名的老好人 家里种的果子从来不卖 都馈赠给左邻右舍的朋友 前面有啊 这东西下午 你们仓房 啥都有 走上前面还有果树 吃点果的 还有果树吗 对啊 这果全都大果果栽去了 也都告 我告啊 就跟前 这左邻右舍眼 谁吃 谁上自己家的来了 啊 我也不卖 都大伙吃了 我去给他栽点 最核素的鸡 都要200斤骨 那你咋不卖呢 哎呀 你也不卖呀 都给大伙吃了 上树 上树啊 哎呀 别的了 你可别伤去了 没事 你这边就有 你边上就有 边上有呢 不好 哎呀 你可小心点 这天堵太滑了 没事 没 我现在地上点都裸得失德了 不行不行 高地位让我好嘞 高地位让我好嘞 哎呀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红娘摄影师这下有口福了 一溜烟的功夫大哥就爬上树 这下给红娘整得害怕了 你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摔下来少说几百多则上万 别这相亲对象还没见上 你在躺医院里就不值得呢 没有能要 没有话筷 都是这样 我那边还有一棵果树 你到底几个园子啊 一个园子 我说到东边呢 挺广情啊 啊 那么大园子 那咱那才走西头 我说我这地 那房啊 两千多瓶的 就光前面圆子就一千多瓶 你还有一千多瓶的 这不到后边这不都是张家的吗 我这自己就是 太孤单 没人成天 这那房就自己 外头你看出来 我说没有那 哎呀 我去不得了呀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这两千多瓶的地方 数是666啊 真是癞蛤蟹先门脸 给他露了一小手眼 虽说大哥是也不大 但是价够大啊 十年前原配妻子 因病去世 三年后 薛大哥又找了一个媳妇 后期我又说一个 也过了七八年 那也过七八年啊 到我家就是 跟我俩十年过日子 就是那行的 就是意思就是 到死那篇吧 也不那行了 也不分手 要说这第二个媳妇数是不赖呀 这年头二婚不给你要钱就不错了 还出去打工给大哥花钱 俩人一起约定相如以沫白头偕老 本以为这是老天爷眷顾他这个 中年丧妻的单身汉 才发给他这么好的媳妇 结果没想到这段美好婚姻 因为一件事也亮了红灯 那咋分手了 因为那啥时候了 他就向他儿子家去 一月吧 人呢 没有联系 我就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他不如回电话 就用这事 那后来联系上的时候 没问问为啥呀 为啥不联系你啊 我一来眼睛就说是 自己儿子有十手机 不让他拿到大大机来 什么什么手机不让他拿 然后你就生气了 联系不上你就生气了 对呀 几年前的事啊 三年前嘛 感情再次受挫之后 大哥就坚决不找离婚的了 因为这份二婚妻子说白了 就说在他儿子的撮合下 和他前任老头 又不竟重圆重新在一起了 现在的薛大哥是被骗趴了 不想再找离异女了 你要是 好吗 好像搁我这过 我说我咋都行 啥都不操 你要是那好像对我 有一点那好像也隐瞒的事 我说我也 搁受不了 你觉得他对你有所隐瞒 对 离婚的不找 你这天好我都不找 为啥呢 因为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嘛 那就是离婚的嘛 所以说我就不找离婚的 从跟第二任媳妇分手后 俩人虽然一次面都没见过 但是薛大哥依旧履行着 做女婿的本分 刚离婚那年还去看 好几趟那个曾经 自己叫了七年的丈夫娘 时刻是买点东西让人烧去 我说我这人吃的困也行 吃的咋都行 我这一年反正就我一年付出 他儿子那样出车祸 我也拿出五万个便 也都是自己新铺赚钱 对 因为你跟我老到一起了 我说你家有啥事 你看小事都用不着过来 大事必须哪个 我就像自己家人一样 必须得付出 有责任感 对啊 该说不说大哥真酸的 上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了 女方这儿子真不是个东西 真是厚儿难养 喂不出狗 看着大哥如此真情实义 汉后老实 红娘实在是于心不忍 对杨大姐的家庭情况 也是毫无保留的 对薛大哥和盘托出了 这个大姐和他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大姐比你小一岁 但是呢 他现在有一个儿子 那儿子是十四岁 才成初中 你看看就是 你介不介意这件事 我介意 到时候看看吧 看看人儿啥样 就是先看看人儿啥样 有了大哥这句话 红娘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于是就赶紧安排俩人的见面 刚见面 大哥这边演员还不错 不过杨大姐这边 却不咱满意了 大姐叫杨春秀 咱哥叫薛满 演员演员还行 我以前想四十左右吧 反正跟我比 是平坏年轻多了 那形象都过不去 我俩就差一次 我感觉好像 大厨能有个 能有个七八岁的感觉 大姐说的这点毋庸置疑 咱不是说埋台水啊 同样是一个年龄的农村和城里的人 眼瞅着就是得搓个几岁的样子 但是咱相信也不能光看演员 不是 你主要目的是给儿子找个后天 解决一下经济压力不是吗 参观了一圈薛大哥家后 大姐提出一个问题 不料瞬间新凉半节 都空屋了 啥也没有 都空到那里 这屋呢 这屋啥呀 这屋更厚 厨房 这屋是厨房啊 对 重新装修 这屋要重新装修的美养 您这块有委层间吗 这就是外边毛厕 毛厕 二百分之间 去一趟 全外外 来拿啥给你呢 没事不用 我想象的农村 那种 就是跟室内的 装潢差不多少了 而且这农村环境 我感觉也不是说 想象的那样 我刚才上套 卫生间感觉 还是说 对 对环境实在不起 咋得卫生间 应该是在屋里的 我说大姐 你这是电视剧 看多了吗 是不是觉得 农村都是 世外桃源啊 你说的那是 极个别整的挺 豪华屋里有厕所 大姐心想 这冬天零下二三十度 蹲个厕所 刚拉出来 就冻伤了 谁能受了 不过我奶奶 加盖的装修的 比大哥家好多了 但厕所 现在还是在院子里 挖的毛坑呢 他们就习惯 这种生活了 当然咱讲话了 也不差七个马桶 那点钱 来都来了 咱也得坐下落落啊 您这是离婚的 还是是丧偶的 丧偶啊 大哥后来又找了一个 然后俩都亲爱的 这媳妇已经没了十多年 大姐也是丧偶的 我二人去年没的 我就一个儿子 我儿子小 我儿子刚十三 我这个孩子 反正是小点 有些人都挺介意的 那我跟你俩说 我第二个媳妇 那孩子有事 我拿出往后钱 一把套的 那零钱那就不算了 那你必须 做到父亲的嘴 你拿那五万块钱 是结婚的 不是 孩子呢 有事出车祸上 车碰了 他妈就到咱家了 就被属于咱家一份子 必须 我说我最识悔 你要是在这种手 你不能阿姨应长 但弟夫妇的 一般就能打 能做到这样一份 听到大哥 对前任的儿子 这么慷慨 当后爹了 能做到这一步 属实不赖 想想这以后 挣得钱 不都是他和他儿子的 不错可以继续了解了解 这怎么说呢 谁都有儿女 你说比方说 我俩要成那天 他的孩子和我还是一样的 我必须得负到责任 你不因为他的老公没了 我不负责任 就当地负也好 什么负也好 你得负到责任 毕竟你得给他成个家 干什么呢 你得做到位 你不做到位 你以后俩人就没法过 就是唯一这个儿子 就是儿子我得管 必须得管 我必须得给他杨大 你在父母责任吗 你不管那行吗 太阳这大哥 是接受杨大姐的儿子了 吼着这俩人是有戏啊 但是剧情就是这么的狗虚 正当大姐以为 这是八九不离十的时候 薛大哥这边 给咱来个大反转 哥 你介意这件事吗 这件事咋说呢 介意 能不介意吗 我说我现在说的 我说我说的话 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说 我就找一个 就是利手利眼 一个人这样的 最好 你这不纯纯浪费人感情吗 刚对你太多 有所改观 怎么一眨眼 功夫变这么快呢 你早干啥来着 这可不能怪咱 红娘美是先给你空气吧 是你同意她这情况 才让大姐来的 你倒好到这么大的圈子 才说出实话 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你介绍的那时候 那啥时候呢 后来我一考虑 咱俩就经历条件不允许 以后这上学这块 或者说喜不得快 咱们做老爷子 也尽到责任 毕竟一妈 上你家来了 这你不尽到责任 咱俞心过不去 你上学 你吃穿用 你不拿钱 那能行吗 这俩人一看都谈不懂了 啥话都开始往外搂了 经过大哥深思熟虑 他明确了自己的走偶标准 他这条件只适合 找个农村老娘们 城里的女人 咱属世是养不起啊 真是狗掀门脸 全凭一张嘴啊 大哥这明显是话里有话呀 我外貌上确实是配不上他 但他也不是啥好货色 现在的女人真是猴定猴定的 这也不是诚心找老伴 是找人来扶贫的 坐享其成一点 也不想付出我头他啥 合着跑我这来当少奶奶来的 那他要是介意孩子的话 那就只能 是吧 那我也 我肯定是和孩子相依为命的 对吧 而且他这个环境相对来说 也不适合我儿子成长 一个想找农村媳妇过日子 一个嫌弃农村环境太差 你俩真是互相嫌弃啊 大哥也是长得好面对 静谦好听的说不干漂亮事 赶紧白白走人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底 老铁们别忘了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七七两个赞和和关注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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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